9月8日 圣母诞辰庆日 圣母诞辰的奥义 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一章1到16节 亚巴朗之子达位之子耶稣基督的祖谱 亚巴朗生伊萨格 伊萨格生雅各伯 雅各伯生犹大和他的兄弟们 犹大有塔玛尔生培雷兹可泽拉黑 培雷兹生赫兹隆 赫兹隆生阿兰 阿兰生阿米纳达布 阿米纳达布生纳赫雄 纳赫雄生萨尔蒙 萨尔蒙有拉哈布生布阿茨 布阿茨有卢德生奥贝德 奥贝德生耶瑟 耶瑟生达位王 达位有乌里亚的妻子生萨罗曼 萨罗曼生勒哈贝汗 勒哈贝汗生阿比亚 阿比亚生阿萨 阿萨生约沙法特 约沙法特生约兰 约兰生乌齐亚 乌齐亚生约唐 约唐生阿哈茨 阿哈茨生西子克亚 西子克亚生 莫拿瑟 莫拿瑟生阿蒙 阿蒙生约什亚 约什亚在巴比伦流息期间 生耶克尼亚和他的兄弟们 流息巴比伦之后 耶克尼亚生沙尔提尔 沙尔提尔生耶路巴贝尔 耶路巴贝尔生奥比乌德 奥比乌德生阿里亚金 阿里亚金生阿佐尔 阿佐尔生萨多克 萨多克生阿因 阿因生阿里乌德 阿里乌德生阿扎尔 阿扎尔生马唐 马唐生亚各伯 亚各伯生若瑟 马利亚的丈夫 马利亚生耶稣 他成为基督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当我们颂读耶稣基督的族谱 和诞生时 圣母马利亚诞辰的奥义 就自然彰显出来 因为庆祝圣母的诞辰 就是对天主子耶稣基督诞辰的 漫长历史的歌颂 换句话说 圣母圣诞奥义 来自耶稣基督的圣诞 那么为何要说是漫长的历程呢 因为只有在整个 以色列子民的架构中 我们才能明白圣母诞辰的奥义 下面呢 就让我们慢慢的默想 我们读耶稣的族谱 从亚巴朗 一直到耶稣基督的诞生 我们在读的时候 特别是这个生字 亚巴朗生伊萨格 伊萨格生雅各伯 出现了几十个生字 而这个生告诉我们什么 生命来之不易 当我们慢慢诵读 主耶稣的族谱时 深深的就感受到 生命来之不易 原因是因为原罪 以后再加上本罪 从此人类就在罪恶重压 和被撒旦 和被撒旦蹂躏下生活 但是生命的魅力也在于此 就是因为人类的痛苦 给我们带来了救助 换句话说 生命感人之处就在于 生不易 生多苦 可谓之苦中有天 天中有苦 咱们看最美最感人的故事 最美最感人的生命 一定是有痛苦 所以其实就是这一句话 这是我们在信仰光照之下 生命的痛苦的意义 才能展现出来 因为痛苦给我们带来了救助 就是原罪带来了救助 圣经创世纪前十一章 就是叙述着漫长的历史 漫长到 因为没有人知道从原祖犯罪 到今天到底有多少个岁月 有没有人知道 人类到底受了多少苦 多少难 流了多少血 多少泪 洪水灭世和巴贝尔高塔的故事 就是述说人类在苦难中 是如何挣扎的 只可惜人类的挣扎 每次到头来都是一场空 都是合酒必分 分酒必合的轮回 一句话 其实人类的挣扎 是一种祈祷 或许是人类都不知道的祈祷 也就是人类的呐喊 人类的私教 本身就是向天主的一个祈祷 如果天主不出手 人类就永远走不出生命 无奈的漩涡 所以人类最悲哀的就是 不知道向天呼喊 已经成了这样了 还要人定胜天 于是救恩史开始了 同样救恩史依然是不容易的 也要经历悲欢离合 阴晴圆缺 经历失败和无奈 但是所不同的是 虽然困难 却有了战胜困难的力量 虽然跌倒 却有了战胜跌倒的希望 这就是人类 狭义信仰的历史开始了 所谓的狭义信仰 就是说 我们知道 每个人类 每个民族 天主都在他们的民族中 都在引领 虽然有的民族可能 以失败 以悲惨收场 那个引领 属于广义的引领 当我们说救恩史的时候 是指的天主 一个特殊的干预人类历史 开始于亚巴朗 完成于圣母玛利亚 完成的意思是说 圣母诞生出了 人类的救助 耶稣基督 耶稣才是生命的完成者 而圣母是完成者的母亲 所以可以说 圣母也是生命的完成 在圣母身上 天主的工作完成 我们庆祝圣母诞辰 是庆祝天主在 以色列子民中的 创造和准备 我们知道这个创造 多么艰难 亚巴朗 伊萨格 雅各伯 若瑟 刚才我们读到 耶稣祖谱里 那一个个活生生 鲜红的人物 经历了多少考验 流下了多少眼泪 多少次 显现绝望 可是天主都是在 他们的绝望中 使他们绝处丰生 这种考验 在梅瑟身上 更是惊心动魄 我们知道梅瑟 四十年四十年 又一个四十年 梅瑟一共活了一百二十岁 他的生有四十年划分 梅瑟经历了肝肠吞断 死里掏生 山穷水尽 水尽山穷 期间的痛苦 谁能知道 遭受的磨难 谁能明了 从此 梅瑟就成了 历代天主仆人的标准 就是上主受苦的仆人 梅瑟也可以说 是第一个歌唱 那一首上主受苦仆人 诗歌的人 以后的先知 司机和君王 都该以此为标准 但是生命 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人类的故事 从来就不是那么好听的 从梅瑟以后 萨姆尔达卫王 再到众先知 他们中没有一个是轻松度日的 并且越到后来越艰难 伊萨伊亚 耶伦尼亚 米盖亚 亚毛斯 厄利亚 厄利索 你看看那个先知们 一个个 几乎都是殉暴而死的 我们在观看人类历史 几乎没有一个民族 像这个民族一样 他们受的苦太多了 一次次果破家亡 一次次妻离子散 一次次骨肉分离 一次次肝肠寸断 但是这还不是他们最重要的苦 他们最重要的苦是对 他们所信赖的天主的思念 这思念是在他们每次犯罪作恶后 受到天主的惩罚 可是一次又一次加深了思念 也就是说 当他们失去了天主所创造的痛苦 远远超过肉体和心灵的痛苦 这痛苦就是以色列子民的生命颤痛 这惨痛就是信德的惨痛 而这信德的惨痛的巅峰 就是圣母玛利亚在十字架下所生的 所经历的 因为在十字架下 一个新民族诞生了 十字架下的母亲玛利亚 也是教会的预想 在耶稣的乐旁教会诞生了 那么我们看 圣母丹辰的奥迹就在这些道理中出生 当我们说是信德的惨痛时 圣母丹辰的意义就彰显出来 意思是说 圣母丹辰绝不单单只是本性生命的丹辰 而是信德信仰生命 也就是圣母玛利亚 是从以色列民族的信仰中诞生的 因此我们也称圣母为西雍的女儿 就是说 圣母是天主借着这个民族创造出来的 但是真正让圣母成为圣母的 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换句话说 圣母是天主借着主耶稣创造的 当我们庆祝圣母诞辰时 是在预先庆祝主耶稣的诞辰 因为只有耶稣的诞辰 才能使圣母的诞辰有意义 圣母 耶稣才是圣母一生的含义 圣母所留守的一切恩典 都是从耶稣来 这就是圣母诞辰的真理 接下来的问题是 圣母诞辰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意义很明显 我们首先看一下咱们天主教会 有多少个修会的创会人 都把自己修会的建理日 定理在圣母诞辰这个日子上就明白了 比如我们修会 圣言会 圣神会 我们圣言会特别选择的 我们的会祖扬生神父 特别选择的就是 圣母诞辰 是我们修会的诞生日 其实意思就是希望 我们像圣母一样有一个 像圣母一样的诞辰 圣母诞辰是天主造化的巅峰 圣母污染原罪 并且一生一丝好 自私自我的阴影都没有 那就不要说小罪了 圣母绝对一尘不染 纯洁无垫 不光是灵魂 包括圣母的肉体 都是完美的 就是足失通征 肉身不见腐朽 荣罩升天 所以诸求圣德齐全的 修会的创立人们 自然就把圣母当成 自己修会的目标和典型 使自己的修会 与圣母一起单身 得战圣母的创造 朋友们 虽然我们都不是 修会的建立人 但是人人都有成圣的义务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 像圣母一样 纯洁无垫的单身 像圣母一样 整个生命 从手运到生命的终结 都保持毫无保留的属于天主 为天主而活 这就是圣母诞辰的反义 那么下面让我们向圣母祈祷 万夫玛利亚 你充满圣宠 主与你同在 你在妇女中受赞颂 你的亲子耶稣 统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 为我们罪人 祈求天主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